雖然下一次世界盃還要再等上個兩年 但 SEGA 旗下的知名球隊經營遊戲 足球經理系列 在今年也照慣例繼續推出新作囉 本次的足球經理 2020 除了再度強化球員與領隊的模組等畫面表現之外 改良並推出了不少全新的系統 像是新增了發展中心 讓玩家可以隨寫好進一步培育青年隊的成員 自由安排他們的租界 開發潛能 早日能夠成為一線球員 或是與董事會一起決定球會前景 制定球隊的目標方針和戰術風格 並透過協商追求適合球隊規模的野心和預算 同時也推出出場時間路線 讓玩家能夠輕鬆地安排好球員 在合約期間的上場比例 為球星們的足球之路做好打算 新的教練團隊也會在方方面面 給予你更多詳細的建議 包括了場外的媒體建議 場內的喊話分析等系項一應俱全 帶給玩家更為真實的監督體驗 不管是球員休息室 會議室還是發表會的玩法 在今年的版本中都變得更加的直覺細膩 遊戲的教學也更加詳細易懂 即便你過往不曾玩過足球經理 也能夠隨著教學逐步解決照顧球員 教練 球團 媒體等大大小小的工作內容 帶領球隊走上長盛的道路 喜歡足球並且想要更加深入了解這個產業的玩家 來試著打造你的必勝球隊吧